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美股收盘 我是一超 今天是纽约时间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周的美股情况 周一美股高收 继上周大幅下跌后有所反弹 但于周二收跌 由于利好经济数据 可能促使美联储提前加息 美股周三虽开盘 既受到欧股下跌承压 但收盘微幅上涨 但于周四急转直下 到指跌至4月末以来最低水平 投资人对乌克兰和中东地缘 政治风险的担忧开始加剧 今日周五美股高开 俄罗斯正寻求缓解 俄乌紧张关系 美国第二季度劳动生产率 提高2.5%的利好消息 使得美股今日小幅上扬 中概股周五扑涨 接着到收盘为止 我们来看一下 三大股指的具体点位状况 首先道琼斯工业指注 今日收在16553.93点 单日涨幅为185.66点 标普500指数 今日收在1931.59点 单日涨幅为22.0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今日收在4371.06点 单日涨幅为36.09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初步公布报告称 即第一季度中大幅下降以后 第二季度美国生产率有所回升 环比增幅达2.5% 相比之下第一季度经修正后的 美国生产率环比下降4.5% 创下自198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商务部发布6月份 批发库存报告显示 6月库存环比增长0.3% 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.6% 与此同时 6月批发销售环比增长0.2% 也低于市场预期 随着俄罗斯军事演习的结束 金价周五下跌1.1% 主力黄金合约周五下跌1.50美元 收于每盎司1311美元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美分 爆煤桶97.36美元 在板块方面 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授权 在伊拉克进行有针对性的空袭 同时俄罗斯寻求对乌克兰的降级冲突方案 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使得投资者纷纷远离风险资产 板块近日窄幅波动 其中在今天走强的板块 包括消费者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能源和工业 而科技板块在今日处于领跌状态 其他走弱的板块 还包括了金融 医疗和通信服务 各股方面 加拿大药商Tekmirror周五大涨近40% 稍早是美国药品管理局FDA 修改Tekmirror针对爱卜拉新药 TKM Ebola的审批状态 可能允许将其直接用于已染病者 TKM Ebola还处于临床试验第一阶段 一般药物需要三段实验才可获批 麦当劳周五股价下跌 公司在今天公布了7月份的 同家店面销售数据 数据显示 7月份麦当劳全球同店销售下降2.5% 麦当劳方面主要称为 主要由于继续面临基础广泛的挑战 服务联储商GAP今天7月份的同家店面销售收入增长2% 超出市场预期 GAP在周四美股交易后中上扬4.6% 周五持续上涨 中概股今日普涨 多支中概股逆势上涨 优库头头今日涨幅乐观 股价上升至8% 至21美元美股 面对中国广电整顿风暴 优库头头以一向5000万人民币的投资 曲线找到牌照方支持者 国广东方 未来双方将联合开展互联网电视相关业务 郡美优品近日上涨也同样接近8%前景乐观 高盛言报认为 郡美优品将从2014年7月开展的新一轮打假活动 有望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其股下 郡美优品以及现实特卖模式切入美妆品类 收益行业流量红利带来的高速增长 充分发挥互联网渠道低试错成本的特点 成为心腐化品和品牌推广的有力支持 移动猎豹在经历这周盘中强劲 涨幅12%的势头后 于今日开始下跌 即使收盘公司下跌近4%至23.91% 上市至今移动猎豹股价最低下 碳12.50美元 最高上墨25.00美元 今日受到持续发酵的地缘政治危机影响 移动猎豹出现了小幅下跌 前程无忧今日股价呈下跌 趋势截止收盘下跌1.43%至36.10% 公司在股东会议中批准将董事会 最初于08年9月30日宣布的 股票回购计划的规模增长至7500万美元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